8月16日 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出炉 公告显示 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和京东 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此次混改 8月17日凌晨 上交所三份公告被撤回 联通表示 此次撤回是因为技术原因 将在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新的预案和文件 互联网巨头成为联通新东家 对其电信业务发展影响几何 联通作为一家改制试点单位 对此后的国企改革有什么示范效应 它采用的方式是订阵 还有转股 还有员工持股 那么转股当中 那可涉及到一个国资交易的一个价格的问题 国有股份 既有的国有股份转移给谁了 是不是转移给民资了 民资也是不是 接受了通过转股接受的这些股份 如果是转股的话 价格确定问题 可能就在中国是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因为这涉及到国资的流失问题 就是主管部门能不能够认可 因为如果说这个不能认可的话 民资进入的动语就会减入 民资进入之后 他的在董事会中的话语权 能不能得到尊重 连通了混改的一个方案 他的民资也有之后 占股比较高的 还是国企 我算了算差不多53% 就是说国有股份 在里面仍然是绝对的份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民资尽管进入了 如果说他不能够进入董事会 参与决策 或者说他的话语权 適不得追踪的话 那么他进入的动力 一方面会减弱 另一方面 这个支援机制是不能够形成的 就看看他里面的机制设计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这一点呢 对于打算进入国企的民企来说呢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要补成和中国机动机弹后 基本相当 他差不多还需要有500机的投资 这些互联网公司的 那个投资带来了 有780亿左右的资金 对他与下面一步的网络建设的发展 甚至武器的网络的建设 都是有帮助了 这样的一个投资呢 他就是应该说是整合了产业链 把产业链的相关的 那个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企业 都能够整合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就带动中国联通 在整个的网络业务 在他的销售业务 在他的交售和服务支撑机器 这些上面 共同的产生更多新的机会